中文字幕 李宗盛 例如我讲张国荣 那个时候他接拍这部戏的时候 他有问我说 我应该怎么样去做 怎么样演这个角色 那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只要全力以赴 义无反顾就可以了 后来呢 就影片在坎城拿了奖子之后 他就送了我一个他的剧照 相好的给我上面就写着大姐 全力以赴义无反顾国荣这样 至今这张照片 都还摆在我香港的办公室 然后像拱立一开始的话 其实我这个局限这个角色 我是考虑两个人 一个就是梅艳芳 一个就拱立 后来我想一想 我觉得因为张国荣 跟梅艳芳已经合作过了 对不对 那我觉得这个火花就不大 如果是张国荣跟拱立合作的话 这个火花一定会非常的大 其实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 其实很多人都会好像觉得说 他是不是有时候很太直啦 对他有误会 其实没有耶 他个性是直 可是他其实都是非常真性情的 而且很好相处 我是在那个出A拷贝的时候 看了一次 坎城看了一次 然后就是张国荣过世十周年的时候 我在香港看了一次 真的我在看我都觉得 经过十几年怎么还是那么好看 而且每一秒的影片都不是多余的 然后每个人都演得非常非常好 不止这三个主角 不连小演员 他们小时候的演员 戏班的师傅 甚至是戏院老板 都演得很好 那葛优更不要讲 我觉得一部好的电影 其实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功劳 一定是听我 对吧 就每一个人都对 然后每个人都全力付出